大家好,我是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兰,我们现在正处于数位时代,从宏观经济的发展策略到不同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,数位经济的影响无空不如,在这一时刻,台湾率先成立,数位发展部我觉得再也合适不过。 我相信在唐峰部长的领导之下,数位发展部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典范。 说到数位经济,我们就不可能不提到印度和台湾,有人甚至把英文的IP这个词解释为India跟台湾。 数位经济需要并用英体和软体。我希望透过数位发展部的工作,能够让印度在软体方面的优势,跟台湾在印度方面的专长的连接性和互补性共产与双斗,让印度和台湾在这方面的合作汇集全世界。 最后,又助数位发展部,宏图大长,助唐峰部长相应瑞峰,一名惊人。 前例的发展部,宏图,所以有点误会有点误会和矩空作与能够大的限度。 成功,并不是顶对意的,我们讯会有很多的不同以。